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最聪明 最健康的时间是从六十岁开始 好 我们看看今天的话题 七十从心所欲 大家知道过去有句话叫人活七十鬼舞来兮 但是孔子也说过七十而从心所欲 为什么呢 七十岁人们最聪明的时候 为什么他不会再犯错误了 要该犯错误也活到七十岁了 所以我们看看为什么要说这句话呢 我们知道今年是个选举年 各个国家的很多大国的选举都陆陆续续开甲起来了 那么上一周完成选举的俄罗斯总统出来了 普京多大岁数呢 七十一岁 然后呢 印尼的总统也选出来了 叫普拉伯沃 多大岁数呢 七十二岁 然后下个月 这个印度的总理也要重新选举 如果莫迪能选上 他将七十三岁 到十一月份呢 这两个人里面要选出一个美国总统 那么特朗普七十七岁 拜登八十一岁 你就发现呢 为什么这个现象呢 原来美国有项调查显示啊 人的心智最成熟是六十岁开始 然后呢 他的生产能力 就一个人的生产力最强的时候呢 是六十岁到七十岁 第二个阶段是七十岁到八十岁 相反五十岁到六十岁呢 是第三阶层啊 就第三个段啊 所以大家看这个情况 另外呢 这回俄罗斯的选举呢 我们看啊 普京呢 是获得了历史上最好的选举成就 啊 得票率高达87.56% 而其他的候选人呢 有两个啊 没有超过百分之四 一个刚到百分之四啊 所以今后六年 俄罗斯的领导人 我们将非常熟悉了 所以一个熟悉的邻居啊 熟悉的领导人当我们的邻居啊 对中国啊 绝对是一个好消息 啊 那么 我们看看啊 普京跟啊 讲话中 跟我们中国有关的啊 就是他讲中 俄中关系啊 牢固日益候补啊 就是当时互补 是国际关系中重要的啊 稳定因素 另外强调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这在大国领袖里啊 是一个最特别强调的啊 这个观点的一个大国领袖 与乌克兰的和谈 不能只因为对方没有子弹就谈啊 警告北约 不要触发世界大战 而且对任何一个美国总统的候选人 都没有偏好啊 就没有说是喜欢哪个 另外我们看看全球各国的反应啊 首先法国和德国认为这个选举是伪选举 都不愿意承认这个选举结果 我们好 看看以后法国的领导人和德国领导人 要不要跟普京对话 如果你要跟普京对话 你是不承认这是一个政权的话 那你就自己打自己脸了 然后白宫不会走得那么绝啊 白宫啊 只是批评选举 没有说不对话 也没有承认啊 这个不是有效的选举 而中国啊 国家主席习近平发了贺电啊 而且认为呢 俄罗斯一定能够啊 在普京领导下呢 取得更大的成就 而且金正恩也表示了支持 那么我们为什么要讲俄罗斯和我们重要呢 我们一定要看俄罗斯是我们重要的邻居 而且我们中国的陆路边境呢 有两万两千公里啊 两万两千公里 其中跟俄罗斯的陆路边境啊 这边还有一点啊 这边还有一点 有三千六百四十五千米 中间我们共同加了一个蒙古啊 就四千六百七十七公里 最啊 这一块就占了八千多公里 那么中国的陆路边境是两万两千公里 大家知道 如果这个边境是安全的啊 对我们来讲 我们的国防力量啊 就可以看更多的其他地方 另外我们还看到 另外两个啊 两千公里的啊 一个啊 一个一千公里 一个一千公里 这个一个越南朝鲜 这是我们比较安全的边境 还有缅甸有两千公里啊 还有这边啊 哈萨克斯坦一千多公里 注意 我们跟印度啊 有一个啊 啊 三千三百啊 三千三百啊 这个八十千米的这么个共同边境 这里面我们引起非常生气的是啊 啊 这个在这个中印的边境中 美国居然表态 把中国的一块地方给割给了印度 可见美国多么的可恶啊 居然在这个问题上胡说八道 这就让我们谈到了中美俄三国的历史关系 这个也要给大家讲一下啊 我们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 六十年代 七十年代 八十年代 九十年代 到本世纪初的 头十年 第二个十年 第三个十年 我 头十年 第二个十年 我们看看它的这个特点啊 有什么特点 那么 在这个五十年代呢 中苏是友好的 中国和美国 苏联和美国是敌对的 当时的战争 有一个朝鲜战争 到六十年代呢 中美啊 是敌对的 中苏也紧张啊 美苏也紧张 就三家谁也不跟谁好啊 这个时候有很多的战争 有越南战争 中央边境中度 甚至有中苏也有边境中度 到了七十年代啊 中苏关系非常紧张 相反这个时候 中美关系开始松动 属于中性关系 因为1972年 一个时候访华 但是并没有建交啊 79年才建交 所以建交以后啊 79年建交后的 头十年 中美关系呢 进入一个密决区 这也是难得的 有十年的好 而这个时候呢 中苏关系也不紧张了 是啊 这个缓和期 但是这个时候也有战争啊 阿富汗战争中越战争 而且在这个七十年代 还有中越战争 中越战争打了八年 所以从这个历史来看啊 到这个本世纪啊 00年到10年之间啊 2010年这个期间 中俄关系又开始友好啊 到呃 又过十年 整个二年呢 中俄关系是友好 从历史讲呢 第一个十年是中苏友好 现在又是二十年 中俄友好 中美友好 也就十年啊 咱们看看这个历史情况 但是全世界很多战争呢 就跟三国演绎有关系 大家去仔细的分析 另外我们这个战争呢 可以在整个从新中国建立以后呢 中国原来是说话不算数的 谁都不听 但是朝鲜战争以后 哎 中国说话国际开始听了 当时啊 中国领导人说 美国兵不许跨过三八线 结果美国兵不听 就愣给跨过三八线 跨过三八线 制军出兵 又把美国打回到三八线以后 这是五十年代 然后到了六十年代 美国又侵略越南 侵略越南 当时啊 中国领导人又说了一句 美国人你不许啊 跨过北纬十七度线 这回美国人就听中国的话了 他真的没有跨过十七度线 他只是去轰炸一些北约 但是呢 他主要在南约打仗 所以最后啊 这个北约解放了南约 所以中国人说话是啊 抗美援朝开始说话 他们不听 教育了他以后 到了越南战争呢 中国人说话 他们就听了 下一次啊 中国人还要说话啊 我们现在主要说台湾的问题 总有一天用事实教育美国 你说了不算 我说了算啊 我们看看但是美国呢 现在还是啊 想挑衅 我们看到我们发现一架 专门负责照相的运输机呢 在美国的航空母舰上空啊 飞啊 他这个拿出来 他是在南海 你看这文莱啊 在南海飞呢 被我们照下来 证明这个区域啊 可能美国又要啊 搞一些什么军事行动 他就故意紧照相呢 来给大家啊 宣传 我们发现三月十八号 美国多架侦察机在南海活动啊 在这个水域 我们看到 而且呢十八号也看到 美国的航母编队啊 还有驱逐舰啊 在这我们都看到啊 在这个位置 另外还有三月十九号 我们发现美国的一架 无人机MQ-4C 在呂顺海峡 我们给大家介绍过 呂顺海峡啊 在这个水域活动 还有就是美国的RC-135 RQ-4和EP-3E 同时进入到南海活动啊 同时进入到南海 也被我们照下来了 还有就是美国的 罗斯福航母啊 编队啊 到新加坡啊 活动 它的过程啊 我们也全部记录下来 哎 我们注意啊 前段我们中国海军 俄罗斯的海军和伊朗的海军 举行了联合军演啊 联合军演完以后 特别有一次 所有的军舰都停靠在伊朗 而停靠伊朗的详细情况呢 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啊 看 这是中国的啊 在伊朗一个港口停靠的情况 这是我们的补给舰啊 还有这是俄罗斯的一艘军舰 还有这是俄罗斯的一个军舰啊 这是中国的一个护卫舰和一个驱逐舰 这儿还有伊朗的一个军舰 好 我们去看一个小片 我们去看一个小片 看到没有 现在马斯克呢 要搞军事服务了啊 要提供军运卫星啊 这个星链呢 要改成军的啊 或者是在布军的为美国军方服务 那么路透社报道呢 就是这个马斯克呢 准备提供低轨的啊 侦察卫星啊 啊 那么搞这个所谓的无人通通 能寻啊 就没有人来检查这些 那么一个搞数百枚的啊 这个成像的卫星系统 那么给大家讲一下啊 因为马斯克他本来是搞的星链 大家都知道那个Starlink啊 就是星链 星链是民用的 民用的呢 它的定位精度呢 是7.5米啊 另外要已经发了多少颗呢 5500颗 计划要发4.2万颗啊 主要是解决偏远地区的通讯网络的敌 现在呢 它要改成啊 这个Starship啊 叫改成星链 这个星链呢 就是要给美国军方用的 注意啊 看在定位精度 原来民用是7.5米 现在是70厘米啊 另外呢 现在已经发了12颗啊 12颗我们主要是验收用的 估计要发1.5万颗啊 那么这个啊 是我们要高度警惕的啊 这是马斯克要搞的个新动作 那么另外给大家介绍一下啊 就是这个星链呢 它属于叫低轨道的卫星啊 低轨道的卫星在哪呢 就离地面特别的近啊 在这个位置 这样的话呢 它的信号来回的速度就快一点啊 但它覆盖的面呢 就比较小 那么这个中轨或者远轨的呢 它呢覆盖的面虽然大呢 但是它的信号来回的这个时间一次呢 就非常长 所以呢 好半天才来一只信号 所以那个信号的连延续性呢就差 你看一个信号 可能再过几个小时 第二个相片才过来啊 这就是远轨和近轨 另外我们看星链啊 刚才讲了星链它是近轨的 所以星链它还有一个特点呢 你看它是离地面很近 只有550公里 另外呢 它不需要特别的地面接收在 就自己拿一个天线就可以接收啊 而一般的卫星呢 你看没有 离地面呢 三万六千公里 所以而且一般的传统呢 还有一个地面基站啊 来操作啊 这个现在 所以星链呢 它有很多的好处 但是呢 它对那个中距离 远距离的卫星也有干扰 它在它的下面啊 它也这是个问题 所以星链 初期的应用啊 我们本来啊 就是说地球的观测呢 它解决美军啊 实现全天候不间断的侦察和监视啊 它解决 第二个呢 就解决这个通讯问题 最啊 全天候的 它现在还没有全部实现啊 还要开始布置卫星 然后再操作 现在目前呢 是解决通讯的问题啊 还解决不了全天候监视的问题 另外还有啊 它最主要是啊 更高级别的加密系统 现在星链也有加密系统 但是星顿的加密系统呢 就更加高级一些 那么我们看看这个俄乌冲突啊 俄乌冲突最近呢 这个普京说要建缓冲区 为什么建缓冲区呢 因为现在呢 俄罗斯的很多的城市受到了轰炸 看没有 俄罗斯境内的这些城市啊 这些地区都受到了轰炸 而这些地区受到轰炸 它有个什么特点呢 这些轰炸 除了这个加 加 列宁 列宁格勒州啊 以外啊 这些地方呢 主要都是啊 石油啊 生产石油的地方 有可能呢 就是乌克兰 又轰炸俄罗斯的石油 使得全球的石油价格上去 逼迫美国赶快给他提供武器 但是普京呢 是要建缓冲区 为什么 因为你这离得太近了 这些地方老轰炸 那缓冲区就是等于战线要往前推 推到把乌军呢 再往下压 这样它的炮弹就打不过来了 那么缓冲区啊 那么这也是 我们看到这个乌克兰打的这个炮弹呢 主要是炸这个炼油厂啊 或者这个石油的加工厂 这就是一个啊 这个一个州啊 这是俄罗斯的一个州里的一个炼油厂 这个炼油厂啊 现在也是受到了乌克兰的攻击 而这个炼油厂呢 它的产能占到了俄罗斯全国炼油厂产能的10% 所以他们现在有种分析就是 乌克兰用这个方法逼得美国给我武器或给我钱 现在美国呢 也很紧张 因为现在有些人放话 像马克龙就放话说 有可能乌克兰盯不住了 所以他现在放这话 我们要拍拼干什么 他害怕乌克兰被打败啊 现在但是别人没说啊 只是法国表示的强烈 那么缓冲地区啊 就是普京说的缓冲地区在哪呢 大家普遍认为呢 是哈尔科夫 为什么呢 刚才我们讲 就这个区域呢 轰炸的非常厉害啊 现在如果把哈尔科夫拿下来 整个受俄军控制化呢 将来他的炮呢 就得往后推 那么现在的炮兵啊 或者导弹部队 都从这个方向往外打啊 所以缓冲区呢 非常有可能是拿下哈尔科夫来 哈尔科夫拿下来 就意味着俄军的作战 战线要往前推 那么现在俄军有可能 由战略防御 又改成战略进攻了啊 这是一个新的动向 而这些小的动作 我们可以看出来 乌军这儿近了一点啊 近了两百米 俄军这儿也近了两百米啊 然后俄军又控制了一些地方啊 这都是小的面具 大的人 你要关心下一步 看看哈尔科夫是不是俄军 进攻的新的对象 另外我们看到美国至少有一架 RQ-4B啊 无人机和一架P-8A啊 P-8A是潜艇 这个侦察这个潜艇的飞机啊 在黑海一带活动 为什么 他也是担心啊 俄罗斯的潜艇 在这个水域活动 还有就是荷兰的空军啊 有一个F-16战机 在黑海附近活动啊 我们看到他大老爷3月19号啊 飞过来啊 到这活动 还有就是3月17号 我们发现美国中情局 有一架飞机啊 从本土起飞 飞到西班牙 就啊 这架飞机是中情局包的啊 飞到西班牙 还有是美国政府一架包机 从本土起飞 3月19号也是啊 飞往欧洲 另外呢 美国国防部长 他乘坐的飞机呢 说是受到了俄罗斯的 地面的电子信号的干扰啊 所以他们说是啊 这个这就是他美 英国皇家的这架飞机啊 是个运输机 说路过加里宁 加里宁格勒的时候呢 受到了强烈的地面的 无线电信号的干扰啊 那么他是从波兰起飞的 然后总归飞回英国 就受到干扰 那么我们也看到 这有很多的干扰信号 看到没有 这有很多的干扰信号 但这个干扰信号呢 主要是在波兰境内啊 在这个立陶宛啊 还有埃萨尼啊 这块也有啊 也有一些干扰 这个干扰信号就更厉害了啊 这是这个 我们看到啊 这是斯德哥尔摩 这边是柏林啊 这是柏林 这是斯德哥尔摩 在这块地区 东欧地区啊 有大量的干扰 这是波兰上面啊 波兰上面 这边是立陶宛啊 这都是有大量的信号干扰 那么很多人说啊 那飞机受GPS干扰 是这么回事吗 是不是GPS给飞机导航 不是啊 因为GPS信号进入大气层呢 消耗很多 很多能量被消耗掉 所以一般GPS 这是导航汽车的 而不是导航飞机的 飞机导航的 一般是惯性制导啊 惯性制导 靠它的陀螺仪啊 惯性平台啊 还有坐标啊 另外还有就是靠无线电 地面的导航台啊 来导航飞机啊 这个曾经给大家说一下 GPS不是主要用来导航飞机的 是导航汽车的啊 给大家说一下 再说啊 加里宁格勒啊 就是这是俄罗斯的一块飞地 它四周的都不爱着俄罗斯啊 不爱着俄罗斯 是飞出来的一块地方 但是呢 它自己本身呢 有这儿有一个海军基地啊 这边也有个海军基地啊 这是进入波罗的海的 这儿呢 还有一个空军基地啊 那么 它干扰用什么干扰呢 有些人认为呢 是在加里宁格勒呢 俄罗斯有个绝密的电子武器 这个电子武器的外形是这样的啊 它朝天上放这个干扰的信号 就可以干扰啊 GPS 来保护啊 加里宁格勒呢 免受啊 外来的导弹袭击 我们从天上看 可以看出来啊 它是这样的两个啊 这样的两个 这边是它的投影啊 因为太阳是从这边过来的 这就两个 两个这个干扰器呢 它的天线呢 冲着天上 也有这种固定的干扰系统 叫TOMO TOMO它有个大罩的罩子 所以你看不见天线 它有个圆罩子罩子 防着这个下雨啊 干什么 把这个天线给弄坏了 所以它有个圆的这个罩子罩子 另外是俄罗斯用这个TOMO干扰链 也在干扰谁呢 就是干扰那个马斯克的星链 因为大家知道星链的嘛 在乌克兰投入使用了 所以现在俄罗斯呢 也是用TOMO来干扰星链的工作 那么这个TOMO 它这个干扰器在哪呢 在这儿 在这个位置 在俄罗斯这儿装了一个 我们这儿地面也可以看到 它的这个天线 干扰器的这些天线 在哪呢 我们在这儿 这儿可以看出来 这儿最少有三个大的天线 这是来自美国的报道 那么俄罗斯的电子站呢 也是做得非常不错的 我们中国的电子站的水平 应该是世界最高的 但是呢 我们还没有经过实战的检验 但是美国知道咱们的水平 这个我这儿就不展开讲 那么我们介绍一下 俄罗斯的电子站的装备 发展的情况 这个是田野21 它可以干什么呢 可以斩断卫星的信号 你一晚上地面发生一个卫星信号 想制导一个无人机 但是我可以把你这个信号 在下面给切断 这个无人机的信号就收不到了 所以这是一种工作方法 还叫克拉苏哈四型的电子站系统 叫无形的盾牌 盾牌就防止这个外来的袭击 覆盖的范碗呢 可以到300公里 使得无人机 侦察机 预警机致盲 而且是干扰间谍卫星 还一直叫西比内电子吊舱系统 电子吊舱嘛 就是跟附油箱一样 个大玩意儿 吊在飞机的下头 工作模式是非搜索式和干扰式的两种 对空中的情报雷达呢 进行这个噪音干扰 或者是直接的压制 这是电子站 那么 现在呢 这个 我们这个以色列呢 现在不断地在 在加杀有些军事行动 尽管世界有些援助组织 人道主义援助 但是送一个面包 送一个粮食要多长时间呢 要三周的时间 一次送货的周期是三周 然后要过五关 所以十个面包耗损到了地方呢 就剩下一个了 现在呢 人道主义援助物资呢 准备已经修个码头 在哪呢 在加杀的这个位置 在这个位置 我们看到解体已经修出来了 估计码头在这个位置可能修起来 但是呢 现在很麻烦 要过五关 产六将 就是往这个埃及送过来 或者从船上送到这个港口 再往这边送 送的时候呢 首先埃及要审查一次 审查到加沙边上 然后到了加沙边上呢 以色列还要到这儿来审一次 就是先拉过来 然后再回来 又得审两次 再进入加沙地区 然后进入到加沙以后呢 如果在南部地区分发呢 这儿还要由以色列审查一次 然后如果北部地区分发呢 以色列还要在这个点上来审查 所以是等于要审查五次 所以一个粮食呢 送一次粮食的周期呢 是三周 然后这个粮食耗损和 真正分到老百姓手上呢 十个面包过去就剩一个了 耗损丢了乱七八糟的 所以援州的车队呢 还经常受到暴力的袭击 你看暴力有多少 所以现在当地的鸡民非常多 你看这四个地区啊 拉法地区的饥荒有这么多 紧急的人有这么多 这近六十万人啊 然后另外两个地区是三十万人 然后呢 北部地区也有二十一万人啊 这就是他们的苦难 好 下周我们同一时间再会 下周见 接着为您播出 维柴动力 凤凰大视野 请不吝点赞 转发您的钱 谢谢您的钱